環境污染 真的是環境荷爾蒙 這個問題也很難去 其實都不用講到環境荷爾蒙 最簡單的環境污染是什麼呢 今年上路已經要開始執行 叫空氣品質 室內空氣品質法 我們現在一般人最常遇到的環境污染 其實就是空氣污染 比如說他告訴我們說要 2比1或1比2 可是問題是你有沒有把握 你吸進來的真的是氧氣 吐出去的真的是二氧化碳呢 結果並不是的 因為事實上他們之前去檢查就發現 很多室內普遍性的二氧化碳濃度 是太高的 所以你不論吸進來 吐出去 怎麼都是那一群二氧化碳的 所以都覺得整天同婚 你就覺得整天都同婚 因為事實上沒有足夠的氧氣工藝 空間小人 所以你知道嗎 現在有一種東西也是很熱賣 叫做吸氧氣 誰在那裡的氧氣 可是你知道嗎 如果你吸唇氧會氧中毒 對 因為就是會改變你的酸鹼度 對 改變酸鹼度 所以那個吸氧也不能亂吸囉 不能 那有一定的比例的 所以不可以隨便亂吸氧 好 因為我最近看到有這個廣告 我就覺得很妙 那是給肺部疾病有問題的人 可是它是賣給婆羅大眾的 就是你知道有一陣子 其實產品流行過幾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早年是精緻化 是說這是阿爾卑斯山 或哪裡的氧氣空氣 這時候他就說反正是來自於那裡的 那種我們其實不在意 因為反正就算它在阿爾卑斯山 或它在浴山都一樣 它都是空氣 只是相對稀薄的程度而已 但它還是氣 可是後來有一段時間 開始流行所謂的純氧機 那純氧機本來是那種醫療照護有沒有 你躺在家裡要插管或幹嘛 而且它也不是跟你吸百分百純氧機 那是要調整的 可是後來就有些貴婦想說 那買回家高壓氧可以美白 可以抗老 那應該吸純氧也行 結果後來才發現不行 因為那就中毒 所以因為你的呼吸的比例 就算這樣吸進來也不會是純氧 所以那是能不能亂用的 OK 好 不能亂用 好 所以如果說在環境污染的部分 我們自己可以做什麼樣的努力 剛才對 蘇星有提到 就是說空氣就是要 懸浮粒子很多 這個沙塵暴 所以還戴口罩 然後空氣要流通 然後它就是環境的部分 就是我們的水質 喝的水一定盡量要煮過 其實它那個鹼性水幫助不大 因為到胃液都綜合掉了 再來就是我們的一些農作物 一些家禽魚肉這些蛋 這些都要注意就是說 盡可能就是選擇你信任的商家 不限時是有機食物 那就是你信任的 什麼荷爾蒙 包含是環境的荷爾蒙 事實上少接觸一些非天然的 盡量是屬於天然食物 對 少接觸一些加工食品 是 好 所以這陣子鬧得很 我們沸沸揚揚的這個黑心澱粉 黑心澱粉跟之前的塑化劑 也會讓我們身體整個變很酸嗎 老實說不用黑心澱粉 黑心澱粉的哥哥 也就是合法的那個部分 叫做 修飾澱粉 修飾澱粉裡面有一群 叫做磷酸澱粉 磷酸澱粉一樣 也會讓你的那個麵質 吃起來比較彈性一點 那之前我記不記得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之前我們做那個米粉的時候 我就發現米粉沒有米 對 米粉沒有米 進一步去檢驗 那米粉沒有米裡面是什麼 後來就發現有很多是磷酸澱粉 所以他們才講 現在人因為我們在現在生活中 吃到了太多 可能像這種磷酸化的澱粉 結局就是你體內的磷酸就多 磷酸多的結局呢 除了他們說尿液裡面磷酸高 就像他們說會酸之外 更可怕的是他們就說 磷酸吃太多 會老唷 你吃了Q彈的麵 你的皮膚就不Q彈囉 天啊 是 沒錯 而且我們剛剛有所說 我們身體的PH值的話 除了剛才所謂的緩衝 這些東西以外 它還有肺部跟腎臟 所以當然我們知道 那毒澱粉如果 危害到我們的腎小管 我們腎臟壞掉的話 我們腎臟一旦壞掉的話 根本就沒有辦法維持 我們的身體的PH值 這時候就會出現問題了 OK 好的 好 所以過酸過鹼都不好 當然我們剛才已經 再提以觀人朋友 其實你不能偏廢 一定要吃均衡飲食 這個是最重要的 對 所以我再跟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說剛剛其實蘇貞姐 有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磷酸根這件事情 其實很多的健康食物裡面 都是有含磷的 比如說像是我們知道 堅果類的食材裡面 幾乎都有磷 然後所謂的全麥製品 小麥的這些 反而是高鮮的 然後維生素B群很好的 這所謂的全麥製品裡面 也有含磷 另外豆類製品裡面也有 所以相對這些 也都是健康的食品 對啊 這樣磷會過量嗎 其實它本來就是裡面 它本來就是有一個 所謂磷 鈣 鎂 鎂 這個有一個穩定度的 所以其實要腺磷跟腺甲 跟腺鈉的病人 其實就是腎臟病人 所以如果你沒有腎臟病的話 其實是不用腺到腺磷 腺甲 腺鈉的 對 好 那在中藥的部分 改善這個體質 有沒有什麼樣子的建議 對 我們中藝要強調就是說 陰平陽蜜 精神乃治 就是陰陽要平衡 中藝沒有酸鹼 可是它有陰陽 過熱過冷都不太合適 那就是我們保健的重點 就是在養命 而不是在致病 我今天帶的 中藝最在乎的是一些養生食材 跟我們營養師的專業是一樣的 第一個介紹 假如說我們還提到陰虛體質 你身體容易偏酸的人 就是陰虛體質 容易照熱上火 現在熱天來了 推薦一個叫做龜磷膏 龜磷膏大家知道嗎 龜磷膏 龜磷膏 不是仙草 龜磷膏它本身就是用龜板 別講 這本身是滋陰的 通韌脈的 然後生虛 然後金銀花 金銀花 然後蒲公英 再來生地 然後再來茯苓 把它這樣熬高 那是讓味道很可口的 所以容易照熱上火 口乾舌燥 容易乾火旺的 睡眠不好的 你這樣還不錯 是 剛才提到的你容易氣虛疲倦的 容易體型就是容易循環不好的 容易有這種三高症 可是你又怕吃這些鹽油糖的東西 我們可以燉個雞湯 雞湯都有了耶 等一下我們加菜 加菜 對 假如你身體是怕冷的 容易就是說 容易怕冷的講話有氣沒力的 這是黑骨雞還是什麼 對啊 這是雞湯 雞湯 假如說 當然提到說 你容易陰虛的口乾舌燥 體型比較消瘦 我們叫烏骨雞 用雞湯 裡面可以加一些食材 屬於抗氧化的 這是我們營養師的專業 紅棗 枸杞 小雞 對 對 好 像合手烏 黑豆你都可以加 是 這樣都是個很好的 平常不可以每天煮雞湯 那我們來推薦叫做 生麥飲 那一樣 中醫說暑熱傷氣 體質容易偏酸 然後又做冷氣不流汗 我們就這個生虛 然後這個麥門東 麥門東 然後五味子 五味子 對 五味子 那這枸杞子 剛才提到 那還可以加一點 這個屬於紅景天 這個叫做人生液都可以 那黃旗 那煮水來喝 那每天當養乾茶 事實上你會發現 補氣生脈 液氣生精是滿不錯的 所以我們龜丁糕 或者比較屬於上火的龜丁糕 那比較屬於虛寒怕冷的 氣虛的 我們就人生雞湯 那假如說你平常是當養生茶 我們就生麥飲 那這都是煮水湯茶 那還不錯 是 好 所以這個是羅伊士帶來的 來 一樣是這種建議 請問羅伊士 現在外面那個龜丁糕 有這麼多龜殼可以做 可以用嗎 就是 基本上就是這樣而已 沒有這個啦 去拿來給我們參考一下的 那實際上是照鼓方就是要 傳統的炮製 就是要這樣做才對啦 那這樣就是屬於清熱退火嘛 那這個蒲公英 清熱解毒 洩火 看密毒素過高 所以還是有功能的嗎 是自水人 那芙苓健皮液氣 這是真菌科的 那金銀花清熱解毒 預防你這個鼠熱傷氣 耗音都還不錯 是 好 謝謝羅伊士的分享啦 那如果在這個食物的部分呢 有沒有哪一些食物 是可以加強排內的體內循環 或是排毒的呢 最近婆婆一直在催她生孩子 但是因為她本身比較胖 體重將近70公斤 她這麼胖是因為她是算性比值 一定只會...